伦敦奧運田徑項目的重頭戲 男子100米決賽全球中六 短跑好手混雜挑戰極限 上屆的金牌得主 綽號閃電的牙買加菲人寶特 今次不再玩玩一下 好認真地去比賽 排第七線的寶特是中段發力 結果率先衝線時間是9秒63打破奧運記錄 第二名是他的師弟比力克時間是9秒75 衝線後 寶特又回復跳皮的本色 舉起手指 告訴大家我是世界的一哥 當然還有這個招牌動作 手指朝天45度角 跑得這麼快 抵你這麼招職